就我剛剛的專訪 他有特別提到說 關體比較大 因為我一個人住 太大不方便 所以我租了一個三房兩廳的公寓 也不是二房公 也不是豪宅 什麼都不是 然後這個房子其實很簡單 很普通 但是被拿來放大檢驗 包含雲林的這個農舍也是 這是我們以前買的中古屋 然後就現在因為 我是調選總統當公司長 被拿出來檢驗 那該拆我也都拆掉了 韓國瑜還告訴我們說 這兩件事情 讓嘉芬姐的心情很不好 感冒都沒好 怎麼辦 乾脆 韓市長今天就公佈了他家 他的這個所謂豪宅 就是別台來說他是庶民 別墅的庶 好有錢 住好好 住三萬多塊的房子不得了 韓國瑜簡直就是亂花錢 就是太奢侈的生活了 好 奢侈奢侈 來我就公佈內部給你看 真的還好 大家看一下照片 就是那個直播的布偶 那個柴犬的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 幾張椅子 然後就一個書架 書架旁邊可能就幾間房間 廁所什麼的 而且我還看到有這個電視台說 怎麼會 這是睡紙機是不是 圈起來說 怎麼會有睡紙機 有陰謀有鬼 真的有人這樣在討論 你要不要看一下這照片是誰 會不會不是這個 嘉芬姐不是韓濱的照片 青磚黃小姐 對 不要那麼無聊 這真的就無聊了 來 你如果告訴我說 這個叫做豪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行情 大概這個地方大概20到25萬一坪 月租3萬2千塊 有人就是講到4萬 沒關係 3萬2千塊 租這樣的房子 他是高雄市的市長 過分嗎 你說這樣是豪宅 我們就只好再比一比看 曾經也開箱過的郭台銘總事長 你看看這個客廳 你怎麼跟人家比 這是豪宅 舊西郎 看看這個書櫃 人家上面放的是書 照片 上面放的都是藝術品 都是藝術品 看看這個電視 我看這個家裡搞不好的電視都沒有 是不是 看起來有了 可能在這裡 看看這120吋的大電視 看看客廳 人家還有8台 如果這個叫豪宅 那我想請問這個叫什麼 這個一坪20到25萬 這個一坪358萬 而且 郭董6戶 有6戶 你到底要跟我比什麼 比什麼 這個很難評論 當然 我比較說 因為郭董本來就是 這個打企業家 他買不過分 我們也不是要攻擊他 他可以買 只是如果按照一樣的標準 那這算什麼 在韓國瑜所住的地方 來做文章 大可不必 一個高雄市 就是直轄市的市長 租這樣的一個房子 對我的標準來說 太寒酸了 市長的薪水一個月17萬 他拿出3 4萬來租一個房子 這也正常了 過分嗎 所以在我的標準來說 太寒酸了 不應該 也就是說因為 市長還要接待一些來賓客人 有的時候是在外面 但是有的時候是在家裡面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 國民所得2萬多美元的 中華民國 我覺得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他本身還是要注意到他的品質 不要太對自己太刻薄了 所以有的時候對自己 稍微好一點 我們的民眾都會接受的 所以在這邊我會奉勸韓國瑜 有像我兩屆的學弟 對自己不要太刻薄 有的時候對自己稍微好一點 你也六十幾歲了 六十幾歲 住好一點 吃好一點 然後把身體養壯一點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的都是喜歡的 民眾也都會喜歡 說你把自己養壯一點 睡好一點 多吃好一點 住好一點 不要刻薄自己 因為刻薄自己 這個不是高雄市民之佛 也不是我們中華民國之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去做文章的人 心胸太狹窄 我們無法接受 心胸這麼狹窄的人 這一點我覺得要理解 第二個部分裡面我要提一下 就是郭台銘我要特別提一下 很簡單的提 因為這是我們這兩天 所看到的一個新聞 就是美國有一個電視台 叫CNBC 他訪問了威斯康辛州的州長 新的州長 那就問到說有關於 郭台銘的富士康 在美國投資的事情 因為這個州長 剛剛自己跑去看工地回來 他接受這個訪問 他說因為一般來講 大家估計說 他為什麼會勝選 那是因為前州長 引進了郭台銘進來投資 但是郭台銘沒有兌現他的承諾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他的前州長選敗了 我確定了 被害了 被郭董害到 沒有 對不起害到你 因為郭董在去年的時候 沒有兌現他的承諾 引起當地州的一些爭議 反彈 當地州本來在州議會裡面 已經通過 他只要達到一個標準 就會給他優惠的稅 但是他沒有達到標準 例如說去年 他們希望說他招聘的員工 要達到1800人 但是他沒有達標 所以他任何優稅都沒有 沒有投資 沒有多新的公司 我就沒有就業機會 我怎麼達標 所以他們就不能給他減稅 這樣的話 對於這個鴻海的股東 他們就沒有得到減稅的優惠 對他們不利 一般這個州長他估計 因為他也很生氣 所以他就直接去問 富士康的當地的負責人 說你的計畫到底怎麼樣 很明顯的 今年也不能達標了 未來也不能達標 完了這個州長又要掉了 又當地人又沒了 不是他懶的 我講這樣的一個意思 其實很明白 就是說空投支票大家都會開 但是能不能兌現才是重要 那你郭董你本身的空投支票 要能兌現 如果你不能兌現 那你跟我們講的 說所謂的做四年 或是不一定做四年 或是做八年 或是不一定做八年 或者是你說零到六歲 都要由國家來養 這一點我們也都不知道 你到底能不能兌現 一般來講兌現不了的 韓國瑜住三萬二的 你不要比郭董不公平 郭董滿有錢 那我們比花媽好了 你知道花媽從2016年到2018年 光是買冷氣買馬桶的錢 韓國瑜可以住九個月 好啦 你覺得比郭董不公平 他沒有公職 沒關係 我們現在比比總統好了 當然房價有差 高雄跟台北房價有差 但是在高雄住這樣的房子 如果那個品質拿到台北 能夠住到總統那麼好嗎 我也打一個問號 你說蔡總統 在敦華 敦華南路 我最想住的地方 林英大道 環境超好的 還有永和 這個房子一個是 100到110萬一瓶 一個是40到50萬一瓶 你說他是富家小姐是不是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拿前一個高雄市場來比 可以吧 來 他住這樣子 他不敢住官邸 他覺得官邸太大浪費 他也不需要隨戶什麼的 所以他就花了三萬二住在這邊 我剛剛說了 花媽以前住在官邸 從2006年住到2018年 兩層樓有522瓶 建坪有270瓶 如果不知道花媽 這個也沒有小孩吧 住這麼大地方可能會不會空虛 來 我剛剛算了 不要去算他什麼整修我都不算 我就只算媒體 這是媒體有報的 沒報的還不曉得 來 從2016年到2017年到2018年 買冷氣 我剛剛說馬桶有沒有 馬桶 馬桶 馬桶為什麼要買新的 壞了嗎 免治 免治 那是馬桶坐 不會是換一個馬桶 那是一個蓋子不是嗎 來 瓦斯爐 花了107286塊 2017年買 好 1萬多 我全部加起來 是289,686塊錢 除以32000 韓國又可以住9個月 我肯定他進去 沒有買馬桶 佑正我給大家看個照片 這個就是沒有抽到 愛佩的代價 這個畫面 開玩笑 我們真的沒有去抽 真的沒有 而且你看 火龍哥有插個嘴 你知道幾台而已嗎 兩台而已 進去也抽不到 幸好沒去 超小氣的 蹲在 這個是洗衣機 蹲在前面這個就是加分節 穿黑衣穿穿圖 其實就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他也是要做 就在剛剛佑正講的那個 租3萬2的那個 洗3機頭錢 這個加分節 其實聽到不開心的 現在從6月15雲林那一場到現在 渴到現在 6月15渴到現在 對 都沒 心情不好 佑正我差題講一下 我們國民黨的願景發表會 這是怎樣 我跟你講 我跟各位解釋 他那時候是安排 東森T台跟中天做轉播 但是果凍對中天有意見 所以中天那一場 其實還加了一個非凡 果凍要求的 然後也就同一個主持人 其實很奇怪 我們一般的發表會是 東森派東森的 T台派T台的 可是中天為了派王佑正 郭董就說不行 就被幹掉 我解釋一下 在5月13號 是東森的劉寶傑 這是我跟佑正的前輩專榜 那是大前輩 當時韓市長泡了一個議題 說總統高雄上班 大家記得嗎 如果當選在高雄上班 然後隔兩天 謝耀州 這是T台的主持人專訪 韓市長泡說 如果總統兼格魁 大家來討論修憲的議題 再過兩天 是佑正去高雄專訪 5月17 韓市長說Yes I do 是同一個禮拜的135 東森劉寶傑 T台謝耀州 中天王佑正 韓市長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觀眾朋友 你去觀察 因為東森 T台跟中天 我剛剛就跟各位講說 你看國民黨 他辦那個發表會 他會選這三家 這三家是傳統比較偏藍 偏國民黨友善的媒體 所以才會找東森 T台跟中天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發現到友台 這個禮拜特別的奇怪 你不要太激動 忍耐一下 因為初選就這個禮拜 下禮拜我希望他能夠 恢復正常 因為憂政我的結論很簡單 一報底多報一台抗多台 中國時報跟中天 最近被黑得很慘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的結論是 你如果初選很勉強 我實在 但是大選不可能 你大選不可能 一報底多報一台抗多台 所以韓市長得發揮 他5月的那時候的智慧 他平均分配給各台 東森也有專訪 中天也有 T台也有 然後這個要打大選的話 不能只靠一報 也不能只靠一台 要團結起來 對 沒錯 這個 惠仁哥講得沒錯 不過有些觀眾朋友 就是說 他們當然有去別台看 他們就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把韓市長弄成這樣 你選完你怎麼轉回來 花媽的冷氣馬桶瓦斯爐 是韓國瑜9個月的房租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可以自有公斷 然後討論誰住比較遠 誰住比較近 又是你沒有算那個冷氣費 對 電費 不過我綜合講一下 每一次到大選 必備題目 叫做房事問題 對 所有候選人的房子 絕對都會拿出來被檢院 可是我必須說 過去20年來 唯一房子真正打擊主要候選人 有商的人是誰 就是宋楚瑜時代的五棟房子 美國那個 還有王儒璇也是 君宅也是 其實當年蘇家權農社也是 沒有 我要講的是 蘇家權有農社沒農社 2012年小英還是會敗 王儒璇有君宅沒君宅 國民黨2016年還是會敗 我要講的標準是 宋楚瑜本來會贏的 但是海外那個五棟房子 真的把他搞輸掉 可是其他的房設問題 過水雲煙 侯友宜有那個什麼大群館 什麼環的 贏30萬票 好 那我為什麼要用這個開場 因為每個房子都扯來扯去 那扯韓國瑜房子最無聊 為什麼最無聊 因為你不管跟任何人比 他就是最窮的 幹嘛這樣 對 他就是第一個 一個我們不要講別的 我不曉揮文 我講我跟志恩 真的叫我們跑去果菜市場 拿一個睡袋去住一晚 或者住他那個時候 在果菜市場那個很 看起來 國民黨的那種房間 我告訴你 本小姐真沒辦法 我不好意思說我 本小姐也沒辦法 我不好意思說我公主命 我一點都沒有公主病 可是我真沒辦法 對 真的 對一個可以去蹲在那個地方 然後跟人家擠弄一個睡袋 什麼住在勞工家庭 你要跟這種人扯房子 真的 別傻了 所以我真的勸 不管什麼1450的那個什麼粉 什麼那些政治幕僚什麼 你去看看 好 我再講一遍 打韓國瑜房市問題是沒有用的 大家省了心的吧 去找別的事情幹吧 來 歡迎請 這個永遠講得真好 好